我们决议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 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 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 法案大清仓 没有共事的像是NCC组织法 表决后照国民党提案通过 未来委员只能连任一次不得再任 如果出缺行政院长 必须在三个月内补提名 另外也删除 卸任委员在新任委员提名与上任前 可以自动演任的规定 把这个延任的设计拿掉之后 会造成未来只要有独立机关的提名 未能顺利的时候 这个独立机关所负的业务 就会因此而中断 民进党人数劣势 只能透过发言表达反对意见 不过朝野也不是全然没有沟通空间 本来受到诟病的花东快条例 以及0403地震灾后重建条例等 在沟通之下 傅坤齐放弃立法 同意改成偏建议性质的主决议 像是花东快就要求交通部在今年8月 完成可行性评估的期末报告 尽早发包施工 12年内完工 再后重建条例 则要求匡列超过300亿经费 投入复原重建 红单房屋的拆除费用 地方政府不够支应的 由中央权额负担 今天由三党共同签制 并完全的主决议 由立法院的决议 让各部会通力的合作来支持 我们党凡事 和民众党靠国会多数暴力 以为可以为首一为 我们争议的法案 我们绝不投协 能协商的就协商 朝野各退一步 就看接下来能不能降低对立气氛 民事新闻陈寗简世峰林东明台北报道